刮痧可以很好地缓解头痛 治疗头痛的穴位共有四个 内观、裂缺、颌骨、杨灵拳 准备工具 刮痧板、经络油 操作方法 1.患者仰卧 医者找到内观穴 内观穴位于前臂正中 腕横纹上两寸 在饶侧腕曲肌腱同长肠肌腱之间 裂缺穴 裂缺穴位于前臂部 饶骨精突上方 腕横纹上1.5寸处 合骨穴 合骨穴位于第一二掌骨之间 约当第二掌骨之终点 涂抹适量经络油 医者用刮痧板后边棱角面侧 为着力点 刮是内观穴至裂缺穴 再致合骨穴三十次 由内至外 由上至下 力度微重 速度适中 以初纱为度 对侧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二 医者找到杨林全穴 杨林全穴位于小腿外侧 肥骨小头前下方凹陷处 涂抹适量的经络油 医者用刮痧板后边棱角面侧 刮是杨林全穴三十次 由上至下 力度微重 速度适中 以初纱为度 对侧以同样的方法操作 操作完毕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 好